所以现在这些信息可能都被人动了手脚 我们通通要把脑子里的信息抛出去才行 死亡时间是在一周前 死亡原因是因为头部遭受重惊 而导致的炉内出现 其实我看到他跑错路了 在看路线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条老路 是有一个男的在小路上跑 他就在33号后面 33号好像超过 他也跟着弟弟了 赛前不是都带大家 熟悉我赛成成组织很努力吗 小雪是不是既能用左手写字也能用右手写字 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只擅长用左手或右手写字的人 你说什么 小雪的电脑桌上 鼠标在电脑的右边 你却在本字的左边 你却在本字的左边 摊开的笔记本上 也是习惯性地先写在右边的 这样的人多数是分不清左右的 不分左右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还记得那个岔路口吗 大路和小路在起点上看相差无几 就算萧雪之前熟悉过场地 可是她根本分不清左右 所以只要有人在前面迎跑的话 她就不会意识到自己跑到错误的方向了去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故意给她领到小路上去了 这不太可能啊 大多数人还是会在正确的跑道上跑的呢 她怎么会跟一个人就跑去小路了呢 但如果不止一个人把她往小路上 不止一个人 时间离萧雪最近的就是周勇啊 其他人我们也也不了解啊 如果周勇 王宁 张英光三个人说的都是谎话 那么他们的时间顺序也未必是这样 只要周勇在通过第六个休息站的时候 控制速度和萧雪保持一定的距离 加上王宁在他们身后 前后的人都往同一个方向上去 就很有迷惑性 远离大部队的距离和她说话 把她引到小路上其实并不是一件门事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几个传统好了 这个案子啊 缠人就缠人在 涉案的相关人员多 口供多 县佐多 环节多少 我们来来回回地被绕在了那边 之前呢 我跟唐一修还去山里演练了一队 仅仅二十六分钟 要完成杀人 掩埋 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一系列繁复的动作 其实一个人根本是完不成的 但如果是多人作案 就有可能 你说分工作啊 这不太现实 这得磨合多长时间才能做得到啊 你别忘了 张军光提前两个月就去山里做了护理人 两个月 很有可能是为了准备而预留的时间 我们呢 正是因为有群主提供了大量的比赛 当日的资料 所以我们才被这些信息蒙蔽了双眼 你们还记得一个细节吗 什么细节 这个休息站里 记录队员成绩的只有一个志愿者 而其他的志愿者只是发放水和营养品 对啊 这是第七个休息站 这是第八个 里边恰巧都没有拍到周勇和王宁的照片 直到最后一个 拍到了王宁 而他身后冲破终点线的十三号 成绩远离了他一个小时之久 那他们就根本就没有跑完对吗 这些休息站里 成绩单上只记录了参赛者的时间和编号 而这些记录者未必认识参赛者 所以只要有人穿上周勇和王宁的背心 就可以留下他们想留下的任何时间 那现在 我们连这些证据也无法相信了 真的是看到的阅读 反而什么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些证词 信息 包括萧雪的退赛信 我们通通都要抛处处去才行 现在对我们来说 只有找到萧雪的车以外 其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可言 不可能啊 所有人都骗人 太疯狂了 而且就算他们是一伙的 那 一开始我们就被耍了 我倒觉得被他们耍呀 也未必是坏事 严多必失 他们越想飞行扰乱 越容易流出破绽 还记得在山里的张军光是怎么说的呢 长得什么样我实在是举不清了 不过 他背后那个号码我记得 张军光呢 不小心收到了背后的数字 这和周勇的证词正好矛盾 周勇说自己一面看了张军光做什么 那张军光看到的 应该是周勇胸前的数字才对 也就是说 他们当中有人说谎 不 他们都说谎 就算周勇是在比赛前探路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小勇 然后又遇到了张军光 可是张军光的工作又没有制服 他怎么知道他是护灵人的身份呢 对啊 他只说看到了一个护灵人 但是张军光的名字是我们查的吗 所以这两个人一开始就是谎向好的 相互指正 留下矛盾的证词 拟火我们的视线 王宁呢 用的也是同样的伎俩 他只要做到一点 就可以把我们引到他混乱的证词入区里去 就是他的比赛的时候 成绩必须保持在萧雪之后 这样我们取证的时候 就会找到他开始流产 然后再咬出周勇 周勇在带到张军光呢 陈一 我们现在掌握的涉案人员就已经有四个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到底还藏了多少呢 所以现在这些信息可能都被人动了手脚 我们通通要把脑子里的信息抛出去才行 越是跳进去越是眼清 而之前紫诚提出的一点恰恰是关键的 就是二十一岁的萧雪 为什么会得罪了这么多人 找到他们的共通点 以及他们的作案动机 现在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图案 这样 我们去一趟周勇服刑的所在地庆城 就算他们编得再巧妙了 还经得住我们抛根问题吗 还有 我觉得这个女的 一定跟这个地方有关 我们要出差吗 不可以交到当地学长 我建议还是亲自去一趟 这些人隐藏得这么深 不是一通电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这样 你们先休息休息 我先跟张队申请一下 然后买票 我们得出发 出发之前 我建议先去见一个人